那到底谁比较适合使用NOTION 谁比较适合使用NOTION? 大概有这几个 好,这我来放大一点点 在这里 你如果现在就已经比较习惯 在电脑上或行动装置上 做这个济世 其实说真的 手写还是很好 就是用纸笔还是很好 但是呢,如果你 你习惯在电脑上做这些事情 或手机上做这些事情的 你应该会比较容易就打开他的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可能有专案进度管理的需求 因为呢,其实NOTION在做一些专案管理的方便的 因为我们讲过嘛 他其实最厉害的就是他资料库的功能 那再来就是热衷学习 有没有,体验新事物 比如说你今天看一场电影 你今天听了一场演讲 看了一本书 那是不是想要做笔记 哎,你就是一种学习嘛 你就可以把这些记录下来 事实上大家现在应该有发现到 你如果做的这些笔记 你回家有没有在看 平常做的笔记回家会不会看 为什么不会看 因为躺在那边比较好 躺在那边 要拿出来比较麻烦 对不对 像各位如果你去学软体 没有那种动作 就是说你没有实际上把软体的画面跟你的笔记那种做在一起的 我下次要打开我就会怎么样 就会有点麻烦 我还要打开资本笔记 还要看第几页对不对 那你要搜紧也不方便嘛 所以说 其实如果你把它记录在一起 这样事实上就会比较好 那再来就是 如果你可能有需要什么 处理比较大量的这种资料啦 或者整合所谓的分散的笔记 哎,像我刚讲的 你可能有用Word做的 有用Horn做的 当你放在不同地方的时候 你要找是很麻烦 有时候找得到一个 有时候找到两个 或者是你要找照片 各位平常都怎么整理没有照片 你们都没有整理 就反正都自动同步而已 都放在FB 问题是你找得到吗 有时候你要找 就是不见得找得到 对不对 因为没有整理 所以说 你如果没有整理的 其实就很乱 不容易找到 那再来就是什么 热爱分享生活资讯 因为Notion 其实有人把它当作部落格来用 因为他也可以把它发布出去 变成网印 那我就可以直接贴给别人 其实你们如果在FB上贴文 请问你有没有什么限制 或者IG上贴文 有没有 可以夹带附件吗 一部分可以啦 那图片是没有固定提张 然后照片可以照你的方式排版吗 好像都不行吧 只能丢上去而已嘛 也有张连结束的限制 对不对 所以说像这些东西 我们就会需要比较完整的来做介绍 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过去当然我们都是Google的爱用者嘛 所以我用Google服务比较多 那Notion算是就是比较等于是附加的 但是慢慢的我可能就会开始把Notion 网上存上来 因为你看我们用Google服务 我的信箱 名端用点 chip 日历 地图 部落格 YouTube频道 有没有Google相簿 对不对 这些都可以融入在一起 另外我有一些RS订阅 然后OneNote是另外一个翻转休息平台 那未来的话 我可能就是会Notion会摆在比较前面 因为慢慢的自己使用的有一些心得了 我就觉得说这样子 其实我们在用相对来说比较好用嘛 相对来说比较好用 因为我就可以整容在一起了 好 那等一下这个我都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OK